我爹无两银子要把我卖进青楼 于是 我把自己十两银子卖给了傻子当媳妇 我以为这辈子完了 可是没有人跟我说过 傻子这么秀色可参啊 01 我爹在厢房里跟牙婆谈价前 我娘坐在炕边拉着我的手 与众心肠地道 果儿 别怨娘 娘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你哥要去烤秀才 不能太寒酸 开烤前还要跟铜窗走动 这眼瞅着又快过年了 还要买年货 给虎子他们准备新衣服 家里实在困难 养了你这么多年 也该是你回报的时候了 我的心一点一点冷下来 不愿 怎能不愿 从我记事起 家里凡事好的都是我大哥 他想要什么 家里都给买 哪怕是借钱 就算他出门跟铜窗吃酒 回来我娘都要问他累不累 而我穿的永远是捡我娘的破衣烂袜 补丁落补丁 吃的永远是最稀的 每天都要跟爹娘下地 回来还要做饭洗衣卫生口 每天起得最早 睡得最晚 即便这样还是摆脱不了被卖的命运 虽然我没去过青楼 但我知道 一旦进去 一辈子就毁了 我冷淡地挣脱了我娘的手 站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娘 你不知道青楼是什么地方吗 我娘不自在地道 咱们女人这一辈子 不出力就是享福 你去那里 再不用风吹日晒 做得好 还能有人伺候 也是不错的去处 那之前村里的二牙回来省亲 你们怎么背后骂人家娼妇 我沟唇冷笑 啥也没说 转身出门 我娘怕我跑了 急急地道 果儿 你去哪 她爹 果儿跑了 快拦住她 我从小被当男子驱使 上树摘果 下河摸鱼 哪个没做过 伸手在灵活不过了 我爹自然追不上我 然而 我并没打算跑 我又能跑到哪里呢 这个是道理 一个年轻女子 独身在外 又能有什么好去处 没多久 我去而复返 把一粒银子扔到了我爹娘面前 我把自己卖了 十两银子 原本脸色阴沉的爹娘 立马喜笑颜开 一边摸缩银子 一边夸我能干 唯独没有问我 把自己卖给了谁 我的心沉了沉 一把将银子按住 我爹眉头一下子立了起来 你个死丫头 敢跟你老子抢银子 想逃打是吧 我垂了垂眼截 低声道 我把自己卖给了容生当媳妇 徐大娘让你牵了麦生气 我爹亚异地抬头看我 你把自己卖给了那个傻子 我淡淡地点头 催促他赶紧按手印 我爹动作倒是麻利 生怕人家反悔 按完后 他还满意地拍拍我的胳膊 不错 容生家有钱 以后你个娶媳妇 你还能帮衬帮衬 徐大娘说了 这十两银子是买我的 不是娶 以后我们各不相干 别想占他们家一分钱的便宜 我爹不高兴了 这闺女帮衬娘家天经地义 怎么能不管呢 你要不满意 我就给徐大娘送回去 我做事要收走银子 我爹赶紧把银子揣怀里 忙喊我娘去帮我收拾东西 赶紧送到容生家 东西不多 就两套旧衣服 一身我还穿在身上 临走的时候 我娘破天荒地塞给我一个主鸡蛋 我红着眼睛接过来 不是感动的 是为自己不值 我哥天天嚷嚷吃够了的主鸡蛋 我每年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个 没想到 自己把自己卖了 还奖励我一个 我爹生怕对方反悔 马里的讨好牛车 火急火燎地将我送过去 到地方竟然连屋子都没赶进 一溜烟就走了 我看着那陶冶式的背影 还是红了眼眶 收回目光跨着小包袱 我竟直见了容生的屋子 谁知一进屋就听见他扯着嗓子大叫 娘 有人偷看我洗澡 灵二 徐大娘出来的时候 我红着脸站在外面 看到他 我的脸更红了 手足无措 大娘 我不知道容生在洗澡 他蹙暇地看着我 恩 这事怪容生 大白天的洗什么澡 没一会儿 容生穿戴整齐地从屋里出来 唇红齿白 干干净净的 虽然穿着粗布麻衣 但看着就像富贵人家的小少爷 他一见到我 就惊慌地躲到徐大娘身后 然后偷偷露出一双大眼睛偷看我 就像我在后山看到的小白兔 唇指懵懂 让我突然有了一种罪恶感 我低着头 手指不停地搅在一起 这时 徐大娘笑呵呵地把容生从身后捞出来 容生 不要怕 这是果儿 娘跟你说过 容生快速地看了我一眼 又缩回徐大娘身后 更像小动物了 徐大娘说容生怕生 让他先回屋 然后他拉着我坐到院子里 丫头 我们平日里虽说接触的不多 但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 容生呢 虽然比你年长一岁 但是你看到了 他就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先前我们虽说好让你给他当媳妇 但还是要看你的意愿 我一向不喜欢强迫人 如果你不愿意 你把他当弟弟爱护也是可以的 说吧 他看向我 睿智的眼睛里透露出认真 我的心有些乱了 原本已经做好了给傻子当媳妇的准备 但现在又有了另一条更好的路 但是我也怕 我怕没有婚约和血缘的束缚 哪一天会再次被抛弃 到时候怕是我连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了 似乎知道我的顾虑 徐大娘笑着拍拍我的肩膀 小丫头不用急着答复 人都是要相处才知道如何 你也不要有负担 大娘也有私心的 你且去休息吧 我旁边的屋子给你住 今天下午我已经收拾好了 徐大娘这么一说 我又开始觉得愧疚 但是她说 丫头 做什么事情都要深思熟虑 不要一时冲动 我不会用恩情携过你 也不要你一时冲动地暴答 我忐忑地进了为我准备的房间 却在桌子上看到了下午签的那份卖身器 徐大娘还给了我 我脑中不禁浮现出这些年村里人对徐大娘的描述 十几年前 徐大娘独自一人带着三岁的容生从外面来到村里 孤儿寡母 又年轻漂亮 打她主意的自食不少 但谁都没料到 徐大娘并非寻常人 三 一日 村头的王朗儿半夜偷偷翻墙进了她家 想要占便宜 被徐大娘发现后 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法 将她四肢关节都卸了 八光倒挂在村口大树上一宿 第二天被发现的时候 王朗儿被吓破了胆 就剩下一口气掉着了 她媳妇是有名的泼妇 带着村里人去找徐大娘讨说法 面对他们的辱骂 徐大娘只是轻哼了一声 抬手抓起身边的一根木棍 用力向地上一砸 地面顺时出现一个三尺深的大坑 看着村里人惊慌的后退 徐大娘不屑地道 自家男人不管 却来寻受害的女子 你们是觉得我们孤儿寡母好欺负吗 从那以后 再没人敢招惹她 就连村里的狗路过她家 都要夹起尾巴闭上嘴 徐大娘虽然很少跟村里人接触 但是村里有时她也不会袖手旁观 灾年的时候 她会教村里男人狩猎技巧 教村里女人如何防身自慰 一子而食的事情 村里没有发生一起 村里人对徐大娘是又静又怕 可能是头半夜小事情 后半夜又睡得太舒服了 第二日早上我竟然睡到了日头高升 我急急忙忙地穿好衣服 生怕闭烟就给人家留下懒惰的印象 刚推开门 就见徐大娘笑眯眯地正要叫我吃饭 我不好意思地搓搓手 大娘 我起来晚了 起来晚就晚了 怕什么 咱家故星早起 容生还没起呢 我快手快脚地洗漱碗 原本想先喂喂鸡 等容生起来一起吃饭 没想到肚子却不争气地咕咕叫起来 原本我家就一天吃两顿饭 昨个下午我爹怕人家反悔 甚至没有吃晚饭就把我送过来了 徐大娘哈哈笑笑出声 饿了吧 咱们开饭 大娘我不饿 等容生起来一起吃 饿一顿两顿对我来说算不得什么 以前家里的饭都是渴着我大哥和小弟吃 我要等到他们吃过了 才能吃 有时候遇到可口的 他们吃得多了 那就没有我的饭了 一天吃不上一顿饭 也是常有的 出来乍到 我怎么敢先吃 但徐大娘好像跟我爹娘都不一样 她拎着我的后脖领子将我滴溜起来 在手里掂量了一下 然后不客气地道 像个猫仔儿 大手一挥 等什么等 我们吃我们的 蒸红薯 白菜汤 还炖了一只鸡 大娘给容生纸一样留下来一点 其他的都端上桌 看到我碗里大大的鸡腿 我不禁红了眼眶 我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吃过鸡腿 家里杀鸡 我顶多能吃点汤 这窝窝窝头 吃啊 愣着干什么 我一边流泪 一边吃完了一顿饭 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觉得当人是幸福的 相处了几天 我把家里的大事小情 基本都摸清楚了 我知道容生平时四十起床 吃过早饭 会领着她养的一群卢花鸡 在院子里消失 吃午饭的时候 她时常会心不在焉 吃不了几口 每天晚上都要洗澡 而徐大娘每天都风风火火的 早上起床后会在院子里打一套拳 我不知道是什么拳 但是看起来糊糊生风 天气好的时候 她还会去山上采草 要拿到镇上卖 我也终于知道为啥家里火是这么好 但是两个人都干瘦的原因了 大娘真的很好 但是她做的饭确实很难吃 当再一次看到容生扒拉几口 就放下了筷子 我没忍住 去厨房给她做了一碗蒸蛋 大娘和容生仿佛看到了什么真羞佳肴 抢着吃的金光 连盘子都刮得正亮 徐大娘喜笑颜开地冲我竖起大拇指 容生也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 让我有一种自己很了不起的错觉 从我刚懂事起 就开始烧饭 烧饭对于我来说 好像就是天经地义的 从来没有一个人夸过我做得好 我心里似乎有什么沸腾了 从那以后 我担当了家里的厨娘 自从吃了我做的饭以后 容生对我亲近了不少 虽然不会主动跟我说话 但是会腼腆地冲着我笑 粉粉嫩嫩的嘴唇弯出好看的弧度 好像甜甜的桂花糖 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 我忙摇摇脑袋 将一束桃花要散 心里默念 这是弟弟 这是弟弟 不知不觉 我来到大娘家已经一个多月了 个子竟然还长高了些 连也圆了起来 每次照镜子 我都会恍惚一下 原来我长得还挺好看 连大娘都说果儿现在多喜庆 先前看着像竹竿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我在院子里晒草药 柔生吃过午饭 领着卢花鸡在散步 看到被她喂得圆滚滚的一排卢花鸡 一步一驱地跟着她 我忍不住笑出声 她看到我笑 以为我取笑她 不高兴地将贝贝对我 我无声地咧咧嘴 顺手从旁边扯了几根草 快速地编出来一个锅锅笼子 我编的时候 容生一脸感兴趣地盯着 看见我看她 又马上看向别的地方 小孩子一样 我逗了她几次 见她真的要生气了 就把笼子塞给她 顶着她一起捉锅锅 我发现容生其实一点也不笨 相反但非常聪明 还很善良 她每次都会认认真真的陪着我捉锅锅 因为她觉得我喜欢 之后发现是帮她捉的 她又会偷偷把锅锅放掉 就像她觉得我提不动洗澡水 就会偷偷帮我把洗澡水提到门前一样 她不傻 她只是比一般人纯质 简单 心思像水晶一样干净 可是 我好像起了点小心思 四 徐大娘很厉害 她每次去山里都能满载而归 有时候还能带些野味回来 那天她又去了山上 傍晚还没回来 我跟容生去村口接她 可等到了天黑也没接到人 听说最近经常有狼群骚扰村子 我有些心神不宁 我安抚住容生 哄她先去睡觉 然后我带着火把悄悄上山了 这条路我以前采蘑菇的时候也经常走 因此不算陌生 我没敢喊 怕把狼引来 只能在山中乱走 在山上转了大半个时辰 也没见到徐大娘的身影 就在我打算换个方向找的时候 一个布条吸引了我的目光 那是大娘上衣的布料 拿起布料 我心里咯噔一下 布料上有血 我朝着找到布料的那处照去 地上也有不少血迹 我强忍着惶恐 往那片林子走去 我记得前边有一个山洞 也许徐大娘会在那里 果然我在山洞里找到了昏迷的徐大娘 她看着很不好 半个身子都被血浸透了 身上还有很多血迹 我不知道到底哪里受伤了 我甚至感觉不到她的呼吸 我的眼泪噼里啪啦的就落下来了 颤着手缓缓放在她鼻子下 突然一把大力握住了我的手腕 仿佛要将我的骨头捏碎 徐大娘默得睁开眼睛 目光锐利 吓得我一哆嗦 大娘 我是果尔 徐大娘此刻跟以往的她简直判若两人 那个眼神 是血一般 听到我说话 她愣了一下 似乎刚看清是我 然后松懈下来 嘶 果尔 你怎么来了 她努力地想扯下嘴角对我笑 却拉扯到伤口 我鼻子发酸 眼泪止都止不住 大娘 你流了好多血 你疼不疼啊 别哭啊 大娘没事 就是累了休息下 休息好了就回家 大娘一直都是生龙虎虎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虚弱 她费劲地抬起手 想要给我擦脸 伤口又渗出了很多血 我赶紧抓住她的手 紧张地道 大娘 你别乱动 好多血啊 怕她再动 我赶紧擦干净脸 然后仔细地检查了她的伤口 好在只有左肩伤得较重 其余都是寡蹭的伤 而肩膀上的伤口 徐大娘已经糊上了草药 止住血了 只是看着吓人 因为失血过多 她的脸色惨白 身体冰凉 我担心会发热 忙脱下棉儿给她穿上 她却怎么都不同意 于是我第一次冲她发了火 一边发火还一边哭 小丫头脾气渐涨了 她无奈地摸摸我的头 妥协了 我蹲下身 不由分说地将徐大娘背起来 伸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走 路上我怕她睡着了 不停地跟她说话 甚至把小时候爹娘对我不好的事情都道了出来 她静静地听着 有时候还跟着痛骂几句我爹娘不是人 然后又把我搂得更紧一些 似乎想要用身体温暖我 可是她自己就好凉了 我忍不住又开始掉眼泪 我们到山脚的时候 已经后半夜了 夜里的寒气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一抬头就看到容生提着个灯笼站在村口 她看到我们过来 着急地想要上前帮忙 一动却差点摔倒 原来我刚走 她就出来了 她站的时间太久了 脚都冻麻了 我气地骂她 天什么乱 冻坏了怎么办 她低着头 眼睛红红的 对不起 我很半 我知道你去找娘了 我不敢给你添乱 就想到在这等着 五 我的鼻子又开始发酸了 眼泪好像不要前世地往下掉 这么多年哪怕再苦再累 我都没流过泪 这家人怎么这么能惹我哭呢 容生看着我把棉衣给了徐大娘 她还想要脱了自己的棉衣给我披上 被我喝止了 她委屈巴巴地跟在后面 嘴里还嘟囊 果儿怎么这么凶呢 像大白一样 大白是她养的大白鹅 虽然她天天味 但就盯着她刀 徐大娘就呵呵地笑着 时不时还扯到伤口 又嘶嘶叫着 这一晚以后 我们似乎都不一样了 徐大娘不让我找村医 只让我每天帮她换草药 她没告诉我怎么受得伤 我也没问 令人意外的是容生也没问 只是心疼地想要帮她娘呼呼伤口 被徐大娘一巴掌打跑了 老娘又不是娇滴滴的小姑娘 用不着你献殷勤 去帮果儿晾衣服去 我也乐得轻松 容生很有耐心 她会把衣服的褶皱都一点点地撑开 然后再晾 她也会在我洗衣服的时候 陪着我去 然后帮我洗 还会没完给我烧水 让我洗澡 等我洗过了 她再害羞地出来帮我把水倒掉 大娘的伤好得很快 没几天就能下地了 她好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钱 催促我去买件新棉衣 我那件棉衣那晚天飞 刮破了 露出了里面的旧棉花和芦苇花 徐大娘看到以后 骂了我爹娘一下午 然后他给了我五两银子 让我去买两件新棉衣 再买几套新衣上 其实我穿着它的棉衣挺好的 但是拗不过它 去了市集以后 我发现成衣都好贵 还是买不了自己做核算 自己做的话 我们三个人的衣服 才赶上一件成衣的价钱 于是我买了几块布料和棉花 又买了些荣生喜欢吃的小吃食 欢欢喜喜地回家了 到家以后 徐大娘看到我没买衣服 数落了我好一顿 然后又火急火了地 拉着我让我给她两尺寸 第一件棉衣自然是做给徐大娘的 荣生趴在桌子边 好奇地看着我做 还时不时地帮我穿针 递剪刀忙活了两天 棉衣终于做好了 我刚剪掉线头 一抬头就看到徐大娘和荣生 两个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手里的衣服 丫头 做好了吗 我刚递出衣服 徐大娘就迫不及待地往身上逃 小丫头手艺真不错 看着她欣喜的样子 我有点不好意思 我做衣服的手艺其实不好 只能算普通 比不了大娘平时穿的那些成衣 但是大娘说 心意最重要 让我很窝心 突然 我感觉袖口被扯住 荣生正委屈巴巴地看着我 果儿不疼我 不给我做衣服 好像被抛弃的小狗 我笑出声 有 都有 我们一家三口哪个都不会少 自从上次大娘受伤之后 我就预感到有时候事情要发生了 只是没想到这一天会这么快 六 那天我和荣生在院子里晒草药 突然一只鸽子落到了被篓上 荣生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熟练地抓住鸽子 在鸽腿上解下来一个小主管 当徐大娘看到那个小主管后 叹了口气 他把荣生支开 然后单独将我叫进屋里 果儿 我必须要离开一段时间 荣生要托你照顾了 他向我坦白 当初买下我 就是为这一天做准备的 徐大娘拿出一个钱带递给我 里面有不少银子 还有几张银票 如果我三个月后还没有回来 那这些银钱就当我给你的嫁妆 你今后如果遇到喜欢的人 就嫁了 至于荣生 他叹了口气 荣生的姻母是莱阳侯夫人 住在金陵 到时你托人捎个信 让人来接她就行 我一直都知道徐大娘不是普通人 她虽然在村子里生活多年 但她跟我们不一样 虽然很舍不得她 但是我也知道留不住她 只能强忍住伤感让她放心 大娘 你什么时候走 马上就走 那荣生 她眼中闪过一丝难过 她懂 她都懂 帮徐大娘收拾完行李 我目送着她离开 遗憾的是 临走的时候 却怎么都找不到荣生 徐大娘不让我再找 她忘了一眼住了多年的老房子 垂眸眼住眼中的情绪 碧落地转身离去 看着渐行渐远的背影 我心中涌上无限伤感 这时身后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 我回身看到荣生满脸泪水地望着徐大娘消失的方向 娘看到我哭 会难过 七 徐大娘走了以后 荣生大病了一场 等好了之后 这段时间养出来的肉又都消失了 我心疼地变着法地给她做好吃的 她也配合着我 努力让自己长胖 更健康 她表现得很懂事 再不睡懒觉 每天早早地起来做饭 主动包揽很多事 虽然以前她也会帮我做 但是现在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她虽然没有说出口 但是我知道 她怕自己成为我的累赘 怕我也离开她 她在害怕 我叹了口气 抓住她忙碌不停的手 荣生 你不要这样 你和大娘都是我的亲人 我不会丢下你的 她低下头 弄那地道 我们不是亲人 你的亲人前几天来找你了 她说的是我爹 我爹得知徐大娘走了 又打起了歪主意 她说给我订了门亲事 隔壁村的王老二 让我收拾收拾跟他回家 王老二都快五十了 孙子都跟我差不多大 让我去做田房 我爹可真疼我 还没等我开骂 荣生就拿着大扫帚 劈头盖脸地打了我爹一顿 我原本以为他不在意 没想到一直搁在心里 荣生说完了话 也不看我 别扭地低着头 丸着手指 我笑望着他 那怎么能算亲人呢 这样算不算 我亲了他的脸颊一下 他像被烫到了似的 瞬间就跳开了 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指着我 你你 怎么那么不知羞啊 我呵呵地笑 做事还要上前 他脸仗得通红 慌乱地跑开了 一直到晚饭时间 他都把自己关在屋里 我去敲门 他也不应声 我心想不会真生气了吧 荣生 我进来了 我推我推门进去 就见他坐在桌边 就见他坐在呆边 看看这里 看看那里 就是不看我 我把饭放在桌边 心想给他留点空间 不动他了 刚转身就被他扯住了衣袖 他脸色通红的小声嘟闹 我娘说过 亲了人要负责 你不是说我不知羞吗 我都伤心了呢 他不自然地扭过脸 颖白的脖子通红一片 抿了抿嘴道 那我亲你一下 我也不知羞 咱俩就扯平了 小样 还挺会打算盼的 我哈哈地笑出声 捧着他的脸又亲了两下 你怎么这么可爱啊 荣生 他红着脸 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 那你又亲我了 是不是答应当我的媳妇了 我说 我早就是了 他说那不一样 然后眼睛弯出了一对月牙 他说 果儿 我会对你好的 你不要丢下我 八 我爹又来了两次 最后一次还带了王老二 王老二字个大黄牙 一口一个我比傻子强多了 气得我浑身发抖 我从厨房拿出两把菜刀就砍上去了 吓得王老二撒腿就跑 我追了他二里地 最后还是容生把我背回来的 他笑眯眯地道 果儿 我今天很高兴 我揪了下他的脸 你高兴什么啊 你为我打架了 可是村里人都说我像泼妇啊 他摇摇头 将我的手放在心口 你跟我娘一样好 我将双手附在他的手背上 暖暖的 他呵呵地开始傻笑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跟他一起傻笑起来 酒 果儿 你怎么了 刚睁开眼睛 我就看到容生担心地看着我 他将手附在我的额头上 紧张得不知所措 我没事 就是肚子疼 没想到说出来以后 他更担心了 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吗 我们去看大夫 说完他就蹲下来要背我去找村医 看到他不知道实情不罢休的样子 我只能红着脸告诉他是葵水来了 结果他睁着一双懵懂的大眼睛 问我 葵水是什么 我羞地将他推出门 过了差不多半个时辰 他又回来了 手里还端着一个瓷碗 我好奇地问他是什么 他脸红彤彤的 眼睛故意避开我 红糖水 喝了肚子就不疼了 他拿着小勺 先轻轻吹吹 再一勺一勺地喂给我 喝下去大半碗以后 肚子真的好多了 我问 你怎么知道红糖水能治肚子疼的 他吞吞吐吐半天 我才知道 他被我赶出去以后 还是很担心我 又怕再进来惹我不高兴 就去找村医了 村医告诉他 喝点红糖水能缓解 看着他红着脸 又时不时偷瞄我 我问 村医还说了什么 揉揉肚子会好很多 我故意撒娇道 可是我身上没有劲了 那我给你揉 他将手使劲搓搓 直到搓热了以后 才红着脸放在我的肚子上 轻轻暗柔 热乎乎的手 缓乎了我的疼痛 我不知不觉睡着了 半梦半醒中 我听到他轻声低难 果儿 不疼不疼 我忍不住脸开嘴 有他在 真好 时 过了小年 眼瞅着就要过年了 但是徐大娘还是没有消息 我暗暗着急 却又不敢表露出来 每次去镇上 我都去找过路的商队打听 但是仍然一无所获 今天又有事急 我领着荣生一早就来了 要买一些过年的东西 买完了过年的肉 我还想再给荣生买些糖果 他最近总是心事重重的 但是在我面前又抢颜欢笑 正跟老板讨价还价的时候 发现荣生不见了 我一下就慌了 到处拉着人问有没有看到荣生 有人说看到他被一个锦衣男子领走了 顺着那人指的方向 我急急地追上去 刚到胡同口 就听到荣生大喊 放开我 荣生 我瞅了瞅旁边 连根棍子都没有 听着荣生挣扎的声音 我心急如焚 心一横 抓起旁边的破框就冲了进去 看到一个男子背对着我 正抓着荣生的胳膊 使劲地拽他 我二话没说 将手中的破框就扔了上去 正好扣在了那个男子的头上 然后我上去补了一脚 扯着荣生就跑 一直跑到村口 才想起来买的东西都落在了胡同口 荣生 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荣生还没等回答 我俩就被一群人围住了 你说你是荣生的舅舅 我怀疑的看着面前的锦衣男子 因为刚才我砸了他一炷筐 他到现在还对我不爽 不屑跟我说话 他一抬下巴 荣生 你去收拾收拾 咱们一会儿就启程 你谁啊 说跟你走就走啊 那人高傲的道 我不想跟你多言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情 你打我 我没有追究就是对你最大的人词了 他威胁我 不要惹怒我 后果你承担不起 荣生冲上前 将我挡在身后 我不走 这是我家 你们都走 那人见说不通 使了个眼色 他手下几个人立马围上来 抓住荣生就要将他强行带走 我自然不让 冲着那几个人拳打脚踢 又咬又挠 荣生也有要学样 因为怕伤到荣生 那几个手下也不敢还手 只能受着 锦衣男子看到一团乱的几人 咬牙切齿地道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我趁机将荣生夺回来 挡在身后 拿出来你是荣生舅舅的证据 还有说清楚要带他去哪儿 锦衣男子说他叫徐良 是徐大娘的二弟 受荣生外族所拖接他回家 他拿出了一块双鱼玉佩 上面刻着一个梁字 我在徐大娘身上见过相同的玉佩 上面刻着匪字 而徐大娘就叫徐匪 徐大娘说过 这是他娘给他的 看来 锦衣男子确实是荣生的舅舅 而他既然能找到这里 想必也知道徐大娘的下落 跟着他走 或许就能找到徐大娘 但人心格度皮 即使是荣生舅舅 我也不可能放他独自带走荣生 徐大娘将荣生托付给我 他到哪儿我必须跟着去 徐良思考了一下 同意了 我和荣生简单地收拾了下 就跟着徐良上路了 一路上还算太平 吃住都是徐良打电 在马车上颠簸了半个多月 我们进了金陵 我还记得 徐大娘说过荣生的一母就住在金陵 看来我们里找到徐大娘又进了一步 谁知道 我还是想得太简单了 十一 我不知道荣生外祖是做什么的 但是他们家看着就不是普通人家 府邸大的几乎赶上了我们整个村子 我们刚到 就有个胖胖的管家引着去主屋 收拾去见荣生外祖 刚到门口 我就被挡在了外面 荣生看到不让我进去 他抓住我的手 扭头就往外走 管家急急地拦住他 我的小祖宗啊 丞相大人在等你呢 你不能任性 你们不让果尔进 我也不进 管家还要对他说叫 就听到屋内咳嗽了一声 让他们进来吧 管家恭敬地送我们进去 荣生外祖是一个瘦瘦的老头 留着一把山羊胡子 看起来特别精明 不好相遇 他问了荣生几个问题以后 皱了皱眉 然后摆手让我们离开 当初门口 我就听到他说了句 怎么是个傻子 我握了下拳头 转身就要冲进去骂他 但是荣生握住了我的手 轻轻挠了挠手心 他安抚地冲我一笑 仿佛告诉我他不在意 我心疼死了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地道理我懂 我只是看不得他委屈 管家把我跟荣生分别安排在两个不同的院落 相隔很远 荣生不满 一直闹 但是管家说这是丞相的吩咐 他没有办法 我看没有转还余地 安抚了荣生 悄悄跟他说 我有时间就来找他 他依依不舍地目送我离开 这是我们俩相识以来 第一次分开 我原本想着 即使分开住 白天也可以在一起 然而我想得太天真了 我被软禁了 看守我的丫鬟不让我出门 我开始担心荣生看不见我 会不会害怕 会不会不好喝吃饭 过了三四天 我实在忍不住了 打算夜里偷偷爬墙出去找荣生 结果他竟然先来了 他是爬墙进来的 一跳进来 他就不顾一众丫鬟惊异的眼神 一把抱住了我 委屈地道 果儿 我终于找到你了 看到他活蹦乱跳的 我的心安稳下来 赶紧问他这些天过得好不好 他哭唧唧地扯着身上的衣服给我看 果儿 他们把你做的衣服扯坏了 还有个女的总要脱我衣服 还把我裤子 他们说是外祖父安排的 这里的人很坏 不让我见你 果儿 我好想我们的家 看着他瘦了一圈的小脸 我很是心疼 但眼下的形势又由不得我们 我拍着他的肩膀安抚 他故意委屈巴巴地将头放在我的肩膀上 趁着丫鬟们没注意 悄悄地对我说 我偷听到外祖说 我娘明天会回来 我突然激动起来 终于找到徐大娘的下落了 我轻轻地握了下她的手 我知道 她懂 我们明天就能回家了 十二 徐大娘是身披铠甲 脚踏战靴出现的 她一枪就挑了徐府的大门 带着几个卫兵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那气势 无人敢挡 她站在门口要人 徐丞相阴着脸 呵斥她目无尊长 她并没有理会 父亲 今日你若不交出我儿和闺女 休怪我砸了丞相府 放肆 徐大娘也不多废话 一挥手 身后的几个卫兵开始动手 助手 卫兵们只听徐大娘的 伸手利落 摔东西都特别干脆 徐丞相期的差点没死过去 看着前院砸得差不多了 我牵着容声跑出来了 大娘 娘 一听到前院有动静 我俩就爬墙跑了 之前不是跑不了 而是知道没有徐大娘 我们即使跑了 也会被抓回来 刚看到微风凛凛的徐大娘 我特别惊喜 拉着容声就要上前 谁知容声扯住了我 说 他们欺负过儿 让娘报仇 于是我俩等着徐大娘将前院都砸干净了之后 才跑出来 大娘摸摸这个 恰恰那个 一手搂着一个转身就走 徐匪 你个畜生 站住 徐大娘娘都不鸟她 头也不回地踏出了徐府 此时门口已经聚集了很多看热闹的百姓 他冲着追出来的徐良说 我徐匪从来不是谁的傀儡 我不效忠任何人 护国将军指护百姓 人群中顿时响起了欢呼声 将军高益 下一刻 人群自动让出了一条路 徐大娘带着我和容声潇洒地离去了 后来 我才知道大娘这段时间去了哪里 十三 我去打仗了 几个月前 离国开始进攻我们封国 边境附近的几座城镇皆被离国屠城 那日 我受伤也是因为发现了一对离国探子 而被打伤 我这才知道 徐大娘就是我们封国那个传说中的护国将军 其实当初给他上药的时候 看到他纵横交错的旧伤 我就应该想到的 当年几大邻国联合攻打封国 眼看就要攻到都城 他与女子之身披挂上阵 所向披靡 邻军节节败退 最终不得不签订停战协议 后来 天下太平了 徐大娘就解下君职 将军权归还于皇上 游山玩水的路上 他结识了一个书生 书生博学多文 优雅风趣 他和书生相爱了 徐丞相知道后 大怒 他本是想送徐大娘进宫的 但是他却与穷书生喜结良缘 于是他在徐大娘出门的时候 找人抓走了书生 而书生在奔逃的途中 不慎摔下悬崖 当徐大娘找到书生的时候 他已经死去多时 徐大娘大痛 他大闹丞相府 将参与的人全部打杀 并与徐丞相断绝了关系 而那时候 他已经怀了容生 因为气血攻心 又终日奔波 容生生下来就与普通孩子不同 之后他带着容生隐居在我们村子十几年 直到这次离国单方面私会停战协议 他才暴露身份 而徐丞相闻风而来 想通过容生来拿捏徐大娘 握住军权 显然他失败了 可见他当年的亏还没吃够啊 徐大娘再次将兵权交还皇上 换回一身普通的装扮 像一个寻常的母亲一样 带着我跟容生游山玩水 玩水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了解了很多的风土人情 一年以后我们又回到了小村子 因为我有身孕了 番外 生孩子的时候 我难产了 生了一天一夜才生出来 容生哭了一天一夜 等我清醒过来 看到的就是肿着一双核桃眼的孩子爹 那天以后 我觉得他不一样了 他还是很依赖我 但是却想要努力撑起这个家 他把我当成了一岁品 什么活都不让我做 努力地学习各种技能 他很聪明 一学就会 但是我很怕他把自己逼得太紧 会不快乐 我忧虑地跟婆婆说出自己的心事 谁知婆婆竟然哈哈笑起来 你呀 怎么这么傻 你不要总想着保护他 容生是心思单纯 但是他也是个男人 他想要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你 你要让他成长 难道你还想下次生孩子的时候 让他抱着大宝在你边上一起哭吗 以后 孩子会越来越多 他不长大 背的是你 丫头 该放手了 我一直知道婆婆是个洒脱 有大智慧的人 所以他说的话 我听 后来也证明他是对的 当我升老三的时候 容生已经能淡定地背着老大 抱着老二 坐在门口给他们包豆子了 奶奶 奶奶 你再演示一下刚才那一招 顺着窗口看到婆婆领着一群小豆丁练功 我和容生相识一笑 相濡以沫 岁月静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